主持人說yes 大家都很開心 你跟丁玲跟楊玲玲這些前輩對視以後 你覺得你有什麼想法? 有 當然有 我很佩服他們 我以前 就是大學的時候 就是有玩 劇場 然後 我們都知道 劇場就是 一開始之後 他就沒有停下來 他就是一直到最後 然後 但拍戲不是拍戲可以 他是一場一場的 他不是連貫 他會 即使是同一個台詞 他會有好幾顆 因為導演可能想要 改變一些 不同的想法 他們最厲害的事情就是 他們每一次都可以成功 對我來講 因為比如說 我以前在做劇場的時候 沒有做劇場 就是我以前在玩舞台劇的時候 他就是 一次就結束了 你錯過了就錯過過了 你當然一開始必須要成為那個角色 但你不用 一直暫停 又進去 暫停 又進去 暫停又進去 但他們竟然可以 每一次都進去 我是不是有拿過進來的 對 對 因為我們都在現場拍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在後台 你有跟他們聊什麼嗎? 老實說真的沒有 但我在後台就是 看我的劇本 然後 背我的 台語才吃 台語真的太爛 所以我一直在 順我的台語 然後我很感謝 謝謝 立音姐 我記得有一場 就是跟 我說我姑姑是來 送我爸爸 送阿公的嗎? 她糾正了 我們寫的台詞 她說你這個講法 是 國語人 說台語的方式 然後她就現場告訴我 你應該怎麼講 然後她就說 對 很感謝 你賣 你說什麼吃虧? 最近政府都說要賣 那些人喜歡 那些人就是很老婆 那不是我們老婆在打招 說那些人 誰讓你跟阿昌 你怎麼說什麼 顧鳥環鄉 她雖然是一個 台語發音偏多的劇 然後 可是我們想要呈現的 LGBT文化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 撞擊 是會帶給觀眾什麼樣的感受 我覺得 最大的不一樣應該就是 我們以往看到的LGBT題材 她都是國語 她都是 帥哥 我們這一次在姑鳥環鄉裡面 她探討的反而是 成年的 或者是應該說 我們媽媽輩的 她們面臨到的 同志的問題 然後她們該如何解決 這是我們以前都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真的是看太多 男同志她們想要怎麼樣玩 然後女同志她們戀愛如何 和刻苦 但我覺得我們已經 我不是說那些東西不用拍 而是 這些東西 這些題材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應該再往下一個 刻度再前進了 所以我挺高興我可以演到 這樣的題材 而且她不只 融入了 比較成熟的 同志的心境 她也加上了 Drag Queen的文化 我個人是對 Drag Queen很不認識 但 透過這一次 我就覺得 這個東西是需要被看見嗎 你是如何演繹小同志的角色 她來自一個傳統的家庭 然後 目前觀眾可以看到的是她比較 比較鄰家的樣子 沒有好像 沒有很像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種gay樣 但我覺得她自己在私底下生活的時候 她是一個 滿自我認同 她是同志的這件事情 如果以後的長伴有機會的話 我想應該可以看到 她在家以外的面相 你就可以對比得出來 她其實在家裡面是很壓抑的 小鵬這個家庭 實在是太傳統 我覺得傳統到她可能需要假節目 我可以羨慕我 我要讓印度人羨慕我 那我們來聊一下 就是在拍攝姑娘還鄉的時候 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哈哈哈哈 有啊 就是有一場我 大放空 也不是大放空 大謊言的那一場 貓貓說要問祖先 然後有一顆是我的特寫鏡頭 就問祖先 就問祖先 我記得有一場 就是 立音姐她要從外面回來 然後妳在摺衣服 那一場我覺得蠻有感覺的 第一次我 看到這一句台詞的時候 還有那個現場的時候 我想說 就跳出來 我演員無字都在想像說 啊她就要進去了 幹嘛還要幫她拿東西 但No 不是這樣子 就是 小鵬不是 為了要幫她拿東西 而說這句話 她是想要 她是展現 小鵬是展現她體驗的這一面 她想要給母親一些幫助 想 就像是我們 碰到喜歡的人 都會給她一個拍拍或安慰之類的 那是她們母子之間的一個 小巧思 非常推薦大家來看 這部很有趣的館片 姑娘還將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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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妳是 是 妳去跟家裡的雙輩講說 我面華回來了 貝華